时至下午 为了能够跟外公一家错开入场时间 叶晨特意带着萧初然 提前到了演唱会的演出场馆 此时的场馆内外 已经有很多粉丝焦急等待 而场馆还没有到开始入场的时间 所以这些粉丝将场馆围得水泄不通 好在场馆原本就有一条VIP通道 通道外有专门的保安人员维持秩序 所以这里并没有粉丝干扰 抵达场馆之前 叶晨给顾秋仪的经纪人陈多多 提前打过招呼 所以他的车刚到VIP通道的入口 保安看到车牌之后 没有任何询问 便直接打开组车器放心 这条VIP通道 整体像一条下沉式的隧道 车开进来之后 基本等于开进了体育场地下的位置 而且这条通道完全笔直 从入口下来 就可以看到对面远处透着光亮的出口 而VIP的接待处 就在这条通道的正中央 VIP通道这么设计的好处 就是尽最大可能保证贵宾的安全 整个通道一眼就能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四周都是光滑的水泥墙壁 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这条通道中藏匿 而通道正中央的VIP接待处 其实是凹进去的一块停车场 正常情况下 贵宾的车辆就直接停在这里 进入场馆内部 走的时候也十分方便 陈多多此时就站在停车场边上等候 见叶晨开车进来 赶忙向他的车招了招手 叶晨按照闪了一下大灯作为回应 随后便在陈多多的手势引导下 将车停在了停车场上 停车场上已经停了几辆商务车 叶晨一眼就认出这是顾秋仪的车队 萧初然这时候有些惊讶地问道 老公咱们这是到哪了 叶晨笑道 VIP通道啊 咱们今晚在VIP包厢看演出 萧初然惊讶地问道 为什么在包厢里看啊 一定不少花钱吧 叶晨笑道 人家顾小姐的演唱会 这次没有对外出售包厢 所以上面的包厢 基本全部都空着 所以包厢是免费给咱们用的 而且咱们去包厢看演出 也能给人家主办方省两张那场票 毕竟他粉丝那么多 多两张票就能多寄来两个人 萧初然轻轻点了点头 随后便跟着叶晨走下了车 陈多多一见叶晨 便非常礼貌地上前说道 叶大师您来了 说完看向萧初然 笑道 叶太太您好 咱们又见面了 早在叶晨刚与顾秋仪重逢 带着萧初然跟顾秋仪 一起吃饭的时候 陈多多就曾经在饭桌上 见过萧初然 萧初然对他也有印象 连忙道 陈小姐您好 这次给您添麻烦了 哪里哪里 陈多多一本正经地说道 叶大师帮了我们这么多的忙 是我们给叶大师添麻烦才是 说着 陈多多故意又道 叶太太 这段时间 我们因为风水上的事情 一直辛苦 叶大师往纽约跑 耽误了叶大师跟您的二人世界 您可千万不要介意 萧初然不知他是故意这么说 忙道 陈小姐客气了 这也算是我老公的分内工作 都是应该的 陈多多微微一笑 轻轻点了点头 其实他还有很多一语双关 或者一有所指的话 要说给萧初然听 但他心里也清楚 自己不可能在叶晨面前过于放肆 于是便点到极致 笑着说道 叶大师 叶太太 我先带您二位到VIP包厢吧 叶晨见陈多多也知道 见好就收 心里也就没跟他多计较 但然道 辛苦陈小姐了 应该的应该的 陈多多笑呵呵的带着叶晨和萧初然 从贵宾通道 直接乘坐电梯到了顶层 因为场馆规模很大 VIP包厢的位置 基本上已经跟七八层楼差不多高 而这整个高层区域都是场馆的VIP区 在这里 出入口以及各种设施 通道都完全与下面的场内观众隔绝开来 极大程度地保证了贵宾的隐私 由于今晚的演唱会 只给了叶晨 萧初然 以及外公外婆一家两个VIP包厢 其他的包厢均未对外开放 所以这一层的工作人员也非常少 只是在出入口处有安保人员把守 进来之后便全是空荡荡的 看不到任何工作人员 这也是顾秋怡特意为之 毕竟叶晨本身就喜欢低调 而安家也是十分矚目的公众人物 隐私性必须要有足够的保障 工作人员越少 也就越能减少曝光 陈多多将叶晨与萧初然 带到中间位置的包厢 门打开后 里面几乎就是一间酒店的豪华套房 一进门处 有一个配有迷你酒吧的豪华会客厅 迷你吧的吧台上 已经摆满了新鲜的水果 甜点以及小食 而后面的酒架上 也摆满了琳琅满目的高端酒水 穿过迷你吧 中央的位置摆放着两组相对而坐的沙发 而过勒会客厅在往前 还有一高一低的两排 正对着落地窗的沙发 这便是观看演出的区域 陈多多向叶晨和萧初然介绍道 叶大师 叶太太 这里的包厢都有专门的隔音措施 隔壁有人也不会对您造成任何干扰 前面的落地窗是单向玻璃 也不用担心外面会看到内部 小初然有些担心地说道 陈小姐 这里隔音这么好 又有这么一大块玻璃 那在里面听演唱会音效 会不会受影响啊 小初然是顾秋仪的忠实铁粉 对她来说 来看顾秋仪的演唱会 最重要的就是视听效果 万一是听效果大打折扣 即便是在豪华的贵宾室内 也一定会非常遗憾 陈多多看出萧初然的担忧 指着落地窗左上角和右上角 以及沙发两侧 顶部对萧初然说道 萧女士不必担心视听效果 像您刚才说的包厢有隔音措施 而且正面玻璃也比较厚 所以从这里看演出 外面音响的声音确实会削弱很多 因此包厢里本身就安装了7.4.4的嵌入式全景声音响 现场演出的音频会直接通过音响播放 可以有效过滤现场观众的杂音 沉浸式体验的效果更好 而且音量大小也是可调的 整体是听效果会比那场更好 萧初然松了口气 道 那我就放心了 陈多多点点头 对两人说道 叶大师 叶太太 我们的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酒水甜点 包厢里面也有卫生间 所以演出开始之后 为了您二位的观看体验 服务员人不会主动上门 您二位如果有什么需求 可以直接按呼叫铃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过来 另外也请两位在演出过程中 尽量不要出门 外面没有工作人员驻留 演出开始音响嘈杂 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 可能很难及时响应 叶辰知道 陈多多这是在影会的提醒萧出人尽量不要出门 至于叶辰自己 非必要的情况下 肯定也不会出去 这样能尽可能避免与外婆一家碰面的可能 小初然哪知道陈多多的用意 几乎不假思索地说道 陈小姐放心 我们哪也不去 陈多多微微一笑 随后又看了看时间 便道 今晚隔壁还有一些贵宾会做隔壁包厢 他们十分钟后道 我得去接待一下 就不多打扰二位了 小初然点点头 道 陈小姐有事就去忙吧 不用管我们 好 陈多多点了点头 又对叶辰说道 叶先生 那我就先出去了 陈多多走后 叶辰便有些失神地 坐在了回客区的沙发上 一想到外公外婆 还有十分钟就到 他心里再度涌上几分紧张忐忑 小初然此时见叶辰状态有些不对 便坐在他身边关切地问道 老公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叶辰微微笑道 这几天总是两地来回跑 可能是有点累了吧 小初然有些自责地说道 早知道咱们就不开车过来了 你这一路开车肯定也挺累的 而且又陪我到处逛 说完 他连忙道 要不明天咱们哪也不去了 就在酒店好好休息休息吧 明天回去 我来开车 叶辰笑道 不用 我歇一会儿就好 你别担心 小初然以为叶辰是在逞强 便拉着他的手 柔声说道 老公 以后你要是觉得累了 就提前告诉我 我们什么计划都可以改 诞生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叶辰轻轻点了点头 笑道 放心吧老婆 我知道了 小初然微微靠在叶辰肩头 轻声道 一会儿我们把声音放小一些 你要是累了 就在这里睡一会儿 叶辰见萧出然如此关心自己 也不禁有些感动 微微将他揽在怀中 心里也觉得踏实了许多 约莫十分钟之后 叶辰敏锐的听觉 便捕捉到了一阵嘈杂的脚步声 脚步声越来越近 他便听到沉多多的声音 安爷爷 安奶奶 这个就是今晚给您诸位安排的包厢 这时 叶辰听到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他的外婆十分温和地笑着说道 谢谢你了小陈 也帮我们谢谢南南 这次过来 肯定没少给你们添麻烦 虽然很多年 没再听到外婆的声音 但叶辰还是一下子就认了出来 他的身体也因为外婆的声音 不由自主地震了一下 一旁的萧初然连忙抬起头来 问道 老公你怎么了 叶辰微微一正 随后平复了一下心情 连忙说道 没事 刚才差点睡着了